刚刚有阵营 然后完了之后 应该是炮弹打过来了 我们好不容易结婚了 你自己一个人回去享福 把老婆孩子扔到这边 现在情况还是比较危险 哈喽大家好 哈喽 刚刚爸爸妈妈还有好多朋友都说 要不要吃 然后完了之后我们也看了一下 因为现在的话 只有中国的护照身份证可以撤离 但是撤离的话有很多危险 现在机场路上也很多 然后我们看了一下 就是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回去 他们和妈妈基本上都回不去了 然后我们决定了一下 就是我们暂时不回家 就是先留守在这里 看看后续 因为我走了很简单 但是他们的话很难 所以暂时先不回去了 大家也不要担心 我们会注意安全 现在机房就在家里 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危险 所以朋友们 还有爸爸妈妈都不要担心了 因为大家都发让车雷 然后完了之后 先告诉一下大家 我们先不回 然后完了之后 等后续的话再看 老婆你要不要回去 你知道 你自己看一看 好的我看一看 你回去的话 我去看看帅哥 又去看帅哥 现在的情况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 只能在家里待着 但是我们这里 也在哈尔科夫 但是相对来说 因为这是从隔壁的方向 我们属于东边 它属于西边 然后完了之后 在那边炮比较响一些 我们这里相对来说 还没有那么的危险 然后都在家里没锁 然后也不出去 所以我们目前 就是反正决定了不回去 因为大家也知道 就是中国人回去很简单 但是后续的话 唉 我们好不容易结婚了 你自己一个人回去享福 把老婆孩子扔到这边 唉 现在情况还是比较危险 因为哈尔科夫 皮肤 很多人会收到家 所以可以来 让大家看看你的护照 然后你就会收到家 去打仗 他们来说是保卫乌克兰 对 但是不管你是谁 都会收到家 对 所以相对来说 比较危险一些 我们现在不回去 所以主要的防备 还是担心有些暴乱之类的 但是一般不出去 我们因为和父母都在一起 对 我们现在借政府精致我们出去 虽然昨天从五点晚上到六点早上不能出去 但是现在已经从一点就不能出去 外面现在也是很激烈 但是因为不在我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倒是没有那么紧张 但是留学生那边的方向 那边泡城会更激烈一些 和我同事那边的都很厉害 所以我们现在的话 基本上就以在家里为主 也不怎么出去 所以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危险 但是还是没有那么多水 对 现在主要就是城市里面的水资源 现在基本上就是自来水了 因为以前 因为切尔诺贝利的事件 水基本上都是送的一些矿泉水之类的 现在的话完全没有水了 所以这是最主要的困难 然后剩下的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父母总是会担心 我们在当地具体的情况 因为大家也知道 很多的留学生 他们遇到的情况 和我们住的地方不一样 他们会可能会更直观的 遇到很多炮弹啊 强机啊之类的 但是我们在这个区域 每个区域不一样 所以我还是想告诉爸妈说 我这里暂时还很安全 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的危险 大家总是看到一些视频啊之类的 就担心爆炸在我这个方向 但是我们这里的话 就是晚上开始会有一些声音 早上会有一些 然后现在我们都已经习惯了 反正也不怎么害怕 现在就只能在这里待着 也不出去 后续的话 如果撤侨的话 因为他没有办法走 所以我决定还是在这里待着 因为也不知道怎么说 反正是总得要留下来照顾人家 嗯 你还有什么想 给爸妈妈说的吗 不知道 妈妈说伤 好的 我们爱你 哈喽 关于撤侨现在已经 机场也不太确定哪些机场可以用 所以大家也不要担心 因为现在马上撤不回来 大使也在基辅他们那边 但是大家也不要很紧张 我们目前我认识的人 还有留学生啊 中国人大家都还很安全 我们都很遵守这里的规则 基本上都在家里待着 或者防空洞里面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 撤侨的话不会很快的 因为大使其实也很着急 但是因为路上啊 会有很多危险 所以大家还是放心点 感谢观看